看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直接在那个工作表上面做输入其实是可以啦 可是有的时候并不适合因为感觉上没有直接跳出一个表单来的感觉那么的那么的专业 就是说感觉上如果你直接写在这上面感觉好像也有点怪怪 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换为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表单前面也做了蛮多的其实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先插入一个制定一个这个表单对不对 然后呢你就再把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大小 因为它这个表单大小可能不适合我们要放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元件上去 所以呢我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上面加上一个名称比如说叫做自动形成安排 那这个修改方式我想跟前面一样前面就是叫caption 里面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上面的属性都是叫caption ok另外的话呢放三个label 这三个label的名称的话呢我就分别 其实这个这个label名称你不用改没关系 你只要改上面的讯息也是caption 分别就是请输入日期啦 请输入工作表名称请输入天数 这几个把它改一下 那至于它的name其实不用改没关系 因为写程式的时候呢不会用到它不改没关系 那再来这个地方我放一个testbox testbox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把它拖拉出一个testbox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那个日期 那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combo box下拉选单 其实就可以取代它 那这边的话有个combo box 那名称我把它改一下叫cb01好了 因为原来的名称比较长 我把它改短一点 那这个cb02也是一样下拉选 因为天数呢它的宽度不用那么宽 所以我把它拉窄一点点 那当然这地方可以你可以自由去调整它的宽度 再来放三个按钮 分别是b01b02b03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做出一个表单 一个表单 那表单接下来呢 如果我要让它也可以有同样的功能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程式撰写 其实一般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们将来 如果真的在写VBA的时候 就把它写成表单就好了 因为感觉上会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你写在这里 其实一般使用者也很容易把它修改 或者是乱动它了 也蛮麻烦的 但是你把它做成表单之后就比较固定了 OK 那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面对几个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我让它启动之后 我的资料 这里面的资料 我怎么样预先放进来 那预先放进来 前面好像有讲过 有没有用add item 把item项目一个一个加进来 那这个add item必须要写程式 不像说这个地方是透过什么呢 是透过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直接先写上来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把 怎么样把资料呢 填到这一个 这叫combo box里面 这两个 OK 这两个要填资料 然后呢 秀出来之后的话 一样这个地方 日期部分呢 也要预设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的话呢 也必须要先填一个日期 比如说我可以抓今天的日期 或其他一个日期给它 那再来的话呢 按输入 按清楚 按检视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想这部分呢 各位可以稍微 做一个复习 前面也做了蛮多表单 我想这个表单 也是学习VBA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界面部分呢 做得不好的话 那你将来要操作程式 也是会有困难的 所以一个 良好的界面呢 是必要的 所以请各位呢 也把 刚刚这一个 画面呢 把它稍微改醒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讲 mają 有没有 没有 开心 呢